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多的事儿想也想不通 想痛了才更加让你我反求 那么多的友情人 你为他哭 哭也没用 眼泪要是游泳 人间就不悔又不慌 想死在魂会中交错 留下点你的事儿 让人去传颂 让人去传颂 去传颂 那三日之后又怎么办呢 夫人 有没有听说过普官有一位白马将军 谁人不知白马将军 杜鹊杜君时 可是没有上风的军令 他不会发兵的 是啊 张老 小生与杜鹊自幼有八败之交 只要小生修书一封 那么救兵自然就会从天而降 这就好了 只要白马将军也来 何愁十个八个孙悔虎 太好了 那就请先生快快修书吧 书信 夫人 小生草就写好了 张老 请 法聪 师父 外边贼兵虎视眈眈的 你还是让大师兄他 不是要你去送信 只要你到山门外就喊话 好 我去 是 胡明 看来师父是想让我去送这封信吧 就看你敢不敢去了 师父 您不需用激将法 您还不知道我吗 小僧我不爱别的 装爱吃酒私打五枪弄棒 那贼兵杀人心 激起我的英雄胆 好 去吧 去 将军 将军 和夫人商量好了 特令小僧来向将军回话 你从事说来 如果敢傻什么花招 我这半碗人马就冲将军去 把你的普九寺踏成平地 如果那样的话 将军就见不到活着的下国小姐了 这样的话与将军合一呀 好 那你快快讲来 三日之后 小姐孝满 换了吉福 由老夫人倒陪嫁妆 一起送到将军帐下 他说了三日 说了三日 好 你们 弟兄们 兵退一礼 给我严密把守 走 走 师父 先生 那贼兵好听话 现在已经开始退兵了 好 好 张老 书信一到 必有佳音 多谢先生 红娘 快搀扶小姐回房歇息 是 老夫人 真看不出来这书呆子 她一点也不傻 但愿她能退了贼兵 张先生 你真的能退了贼兵 红娘姐姐 你就陪小姐闲坐在闺房 耳听好消息吧 好 启禀元帅 外面有一僧人要面见元帅 说有重要军情禀报元帅 是 换她进来 是 平僧参见元帅 阿弥陀佛 平僧是普救寺来的 今有叛贼孙非虎作乱 将傍晚贼兵围住普救寺 今有游客张拱书信在此 特令小僧拜头于麾下 王将军能解道学之威 救人于水火 你根本是正在 他不是 他在帮助 他在帮助 那些水火 都有一天 他在帮助 是 他不去 他 对 他 来 站住 站住 君师兄 君瑞兄 今日一见如波云见日 辛苦了 这位便是义辜相国夫人崔夫人 见过夫人 有劳将军 都却有时防守让夫人受惊了 还望多多见谅 老身母女乃将军所赐性命 该如何报答赐恩情 不敢 平息叛乱是我的分内之事 请 请 君师兄 贼兵围困之时 婴婴母女命悬一线之间 夫人宣称凡献计退兵者将阴阴欺之 所以余帝就修书一封 请乌兄班师 有此因缘 可喜可贺 夫人 军人贤弟献退兵之策实有大功 胡帝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夫人面续婚姻是慧眼食材 如果不违背诺言 这淑女可嫁君子也 只怕小女犹辱君子 将军 小四略被酒咽 为将军筑解 并抗老三军 不必了 改日再祝贺五弟心魂燕耳 将军不必客气 还有很多贼寇余党急需追捕 孙匪虎被抠在压 很多事情要去处置 那就不耽误乌兄的公务了 改日小弟再到帐前听教 行告辞再些 告辞 恭送将军 来 先生大恩不敢忘怀 明日略备小卓 卓红娘来请 请先生定来一句令商别意 小生听命 换郎 告辞 好 小生青事 为之如何呀 夫人有言在先 一定将莹莹许配给先生 这件事 就全都仰仗长老了 相公 今天为何清洗得这样仔细啊 好 清头 你在井边打水 有没有看到红娘姑娘 没有啊 她来干嘛 她来请我赴宴喝酒 相公我呀 要我在这办喜事了 我知道 昨天老夫人当众说了 谁能献祭打败贼兵啊 就将英英小姐许配给她 相公一封书信 就立了个头功 就得了一个小姐 真是福气 红娘姐姐 小生有礼了 先生万福 请屋里坐吧 不必了 我奉夫人严命 特请先生赴东阁小卓树碑 先生忘物推却 小生遵命 敢问红娘姐姐席上有音音小姐吗 老夫人 以小姐配君子 这小姐自然是要上席的 好啊 自从寺内出见小姐之后 小生真是日思夜想的 想不到今日竟成就了姻缘 你说这是不是前世的姻缘 这姻缘的事情为人力所为 这是天意 对 是天意 先生 你这是在找什么 小生 书箭飘零 没有什么财物 你说这便如何是好 先生 自从你那日一封书箭请来了白马将军 救了我们崔府一家以后 这就是最珍贵的彩礼了 老夫人 小姐 连红娘的命都是你给的 这世间还有比这更珍贵的吗 你就别再找了 你再找出点什么来 老夫人还不觉得你寒碜吗 说的有道理 就算是我找到什么 那也拿不出手 是啊 所以我们赶紧走吧 走吧 姐姐请 来 儿啊 天降兵祸 幸得张先生浮危济困方得解脱 今日略备小酌仪表谢意 还不快拜谢张先生 张先生一封书箭退了贼命 救命之恩 老母施下斩 八斩敬你哥哥一杯 八斩敬你哥哥一杯 红娘 快扶小姐回房歇息吧 老夫人 张先生 再饮一杯吧 小生 不喝了 先生醉了 那就 不 小生没醉 只是如梗在乎 不吐不快 请讲 那 夫人 命小声赴宴 且以为有喜庆之气 可是 为何夫人 却以兄妹之力相待 小女终身 先相国在日 曾亲许老身内侄正衡 若她前来了 如何对付啊 好在先生雅亮浮危济困 高尚情怀 遵义绝不在小女神上 这是我的 桌身大事 岂能而信 小生苦苦追寻 梦寐以求的就是 人生得意知己 足矣 小生執着于理想追求 忠贞不渝 这种情怀 难道 还能位置于低下吗 倒是夫人您 堂堂的一品夫人 竟然不知道 言必性行必果的教诲 律师春秋曰 言而有幸 谁人不轻 言而无幸 谁人敢轻 先生不必多言 不如多以金箔相仇 先生令则豪门贵宅之女选之如何 红娘 先生醉了 还不断书斋 小生和现金箔之色啊 快快呀 先生你少喝几杯不行吗 我哪儿喝多了 我喝什么酒啊 姑娘姐姐 小生是无路可走了 还不如解下妖中之袋 寻个一两百两去算吧 你犯什么傻啊 你要是死了 吐个一了百了 那撇下小姐怎么办呢 是啊 撇下小姐该怎么办呢 你不要急 让我好好想想啊 红娘姐姐 你赶快帮我想办法吧 小生 祝禅拜将 请你做军师啊 什么军师啊 你不要还言巧语了 让我好好想想 有了 先生 你房里有鼓琴一张 是吧 有啊 小生有一张鼓琴啊 那先生一定善于弹奏 小生自有操琴 这小姐深爱抚琴 今夜 红娘我与小姐去花园烧香 先生听咳嗽为好 你只管弹琴 看小姐听了之后会说些什么 我呢 找机会出来向先生转达 先生 你有什么话呢 别告诉我 让我向小姐转达 红娘我呀 就替你们当个传输的红艳吧 好啊 红娘姐姐多谢了 不不 多谢军师 不要犯酸了 他不想借姻缘相声多 到如今难捉摸 高夫人欢到天来的 半日禅夜是你个母亲 小姐 小姐 你怎么哭了 没有啊 没有啊 那 那泪水为什么还在脸上呢 这是我刚才弹琴的时候 琴弦上的灰弹到眼睛里去了 小姐 今夜我们去花园烧香 天色不是还早吗 是啊 我是说今夜我们去花园烧香 是否还有人听您诗呢 小姐 小姐 你今天晚上怎么会出来的这么早 好啊 一耳东声 该是烧香的时候了 我等着你拿香盘呢 你看我忘拿了 我这就去拿 咳嗽呢 这咳嗽声是红娘在告诉我 英英小姐一定是在注意听了 是吗 对了 你去把琴弦改过 我要且弹且唱 看看她会如何 五娘 你怎么了 我我我好像是急上风了 好 光 灯灰偏偏兮 紫海秋黄 张仙待于兮 他在弹风求黄 他已多情才子 司马相如自愈 那我就是那富家清金 卓文君了 小姐 姑娘 你听怨强万元 携手江湘 不得与非兮 使我轮往 不得与非兮 相公 相公 你得头像火烧一样 你生病了 回去 他病了吗 怎么能不生病 我去请他赴宴的时候 他还兴高采烈的 总以为从此成就一段姻缘 了去了相思 谁知道老夫人演习上出尔反尔的 这火一样的热情 叫一碰冷水当头交下 怎么会叫人不生病呢 也怪可怜的 如今他一人孤身在外 有了病痛又无人照料 按理说我们哪天应该去看看他 那好 他的书斋我知道 明天弘娘我领你走一遭 那让母亲知道了 还不骂我没有家教啊 我们不说去看他 就说去佛前烧香祷告 不要让他知道是去看张生就好了 那叫方丈沙米他们看见了 现言思语的 会一笑大方的 你看你前怕狼后怕虎的 那怎么办 让他死了算了 红娘 你就带我和母亲去看望张先生一趟吧 看看他要不要请医抓药 我不去 老夫人知道上万我等 红娘姐 我求你了 我就办你两下吧 好了 去就去嘛 就是要去也要等到天亮吧 看把你急的 相公 该吃药了 不吃也不好 你生病了 不吃药怎么会好呢 吃了也好不了 这 青童 你去找 找 不 找法聪小师傅来吧 张先生 张先生 快 青童 开门 走 走 红娘姐姐 是你啊 张先生 别来无恙啊 红娘姐姐 小样没有 大病难治啊 那就应该请个太医啊 病入膏肓 无药可救啊 何以会病成这样呢 红娘姐姐 我这病瞒得了别人 也瞒不了你啊 老夫人她食言而非 巨人千里 怎不叫人六神无主 魂不附体啊 先生啊 你这个病就是化驼扁鹊也救不了 只有一个人 你是说小 不过 这个人她现在自己也病得不轻呢 小姐也病了 她脂粉香消 懒去天 茶饭不思 病奄奄 单清懒化 针线不捏呢 那小生 书签一份 敢烦姐姐转达 那你就快写吧 先生 你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 刚才我写的时候你不都看见了吗 真惭愧 我红娘不识字的 不识字 音音小姐念的时候她会念给你听的 不行 你不告诉我写了些什么 我拿回去 小姐一看恼怒了 说哪里来的迎此谚语亵渎于我 那我岂不是要被她骂得狗血淋头 不行 没有什么不三不四的迎此谚语 只是一些慰问和安慰的话 那你就念一篇给我听一下 不念也罢 不念就不念 红娘姐姐 红娘姐姐 这不过是一首五言诗 好 那我就念给你听 相思恨转天 万把摇晴弄 莫复月华明 且连花影虫 什么情恨那花儿月的 算了 这剪帖我还是给你送过去 多谢红娘姐姐了 又犯三了 你好好的休息 读书 要以功名为重 不要断了志气 是 小生就敬后佳音了 小生 身在冬月 心流西乡 恨不能插翅飞向庄台 一清风泽 思念成病 一命危险 因红娘制 遼凤数语 以表寸心 若有渐连之意 月上六首 花园一物 如此尚可康复严密 红娘 是吗 来了 小姐 大金早的有什么急事 姑娘 这是哪来的东西 这 这个 这个不是小姐 你让我去看望张生 张生让我带回来交给你的 你知道这上面写些什么东西吗 我又不是字 我怎么知道它写什么 我一个相国千金 这 哪见过这东西 别人拿这东西来戏弄我 你就敢把它拿来窃我 看我不告诉老夫人 打到你这小金人的下劫来 好了 你也不要生气了 也不要告诉老夫人 红娘 你是哪 我呀 我呀 我怕老夫人打我下劫 我拿这封信向老夫人自首去 红娘 老夫人怪你的时候 有我帮你说话 不方式的 哎呀小姐 你一会儿叫老夫人打我 一会儿要替我求情 叫我搞不懂你了 我是想 老夫人她年纪大了 不想她为了张生的病操心 你倒是告诉我 她的病怎么样了 我不说 没关系的 我叫你说的 那我就说了 这张生啊 她脸色发灰 屁发肝 古 古兽如柴人难看 不愿喝水 不想吃饭 这坐不能坐 站也不能站 只有躺在床上 身坏 身坏 她就没叫太医去看看吗 太医哪能看好她这种病啊 哎 张生说了 说除了一个人呢 就是话脱扁确也枉然 那谁才能治好她的病呢 哎呀 她那个病啊 只有小姐 你这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才能治得好呢 那我修书一封 回绝她吧 要写修书 小姐使不得使不得呀 我差你去看她 是因为她生病 尽兄妹之理 没有别的意思 让她不要胡思乱想 这头一回就算了 下次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非告诉老夫人 看她的脸往哪儿磕 你马上送过去 我不去 快拿去 我可不去 你这死丫头 看你去不去 我要是不去吧 她说我违抗她 我要是去了吧 我气死张生才怪呢 我去了 谁让我是红娘呢 连神仙也没有好点子了 这是小姐给你的信 自可看吧 这信我 爱看不看 我走了 红娘 小生看就是了 带月西乡下 迎风护半开 隔墙花影洞 一时遇人来 先生 你看了这信女孩 红娘姐姐 你太会捉弄人了 我 我捉弄人 对 我要是知道你带一封报喜的信来 我早就摆了香炉 收三炷香 我好好的拜谢拜谢您了 谢谢了 这不是绝交信吗 这怎么会是绝交信 这可是一封约会的信 约会的信 对 不信 你自己看看 拿饭了 我都给你弄懵了 你就告诉我 这信上写的是什么 好 我念给你听 带月西乡下 迎风护半开 隔墙花影洞 一是遇人来 你告诉我 你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好 我解释给你听 带月西乡下 对 就是说你们家小姐在月儿升起的时候到西乡去 迎风护半开 你们家小姐在西乡的脚门等着我呢 隔墙花影洞 一是遇人来 是说我张生穿花扶柳的时候人就到也 这真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还有错 我张生可是个猜师迷的行家 原来是这样 我倒要看今天晚上你这个鱼人怎么个来法 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我是说你这个鱼人怎么个来法 红娘姐姐 西乡后面的小门就拜托你了 你们的事我管不了 我也不管了 不管了 好吧 不管了 带月西乡下 迎风护半开 太阳怎么还不落下去 这儿 从这儿下去 知道了 这个双面绣 是从江南姑苏传到北方来的绝技 你要格外用心 怎么回事 魂不守舍的 娘 今天晚上我还要跟红娘一块到后花园替爹爹烧香呢 烧香也得等月亮升起来 现在太阳还没下山 好 女儿家呀 这琴棋书画懂一点就行了 知道了 你已经绰绰有余了 这个针凿刺绣呢 学无止境 你要多下点功夫 知道了 今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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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头一次学双面绣 晚点睡 好好琢磨琢磨 哦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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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猴娘 小姐 你今天晚上怎么走得这么快 还快 我都来迟了 老夫人每天教我学故宿刺绣 迟了 那你是要等 ? 我是在等 你是在等我拿香牌烧香去吧 对啊 对啊 你看 月儿东生 万籁俱寂 该是烧香的时候了 所以啊 我就赶紧出来了呀 你来得正好 哎 红娘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那脚门关好了没有 关好了吗 没有 不知道那个没心没干的 这门啊 开了一半 就忘了关上了 这外面好像有动静 我去看看啊 红娘 红娘 红娘姐姐 轻点声 小姐她 我先问你 真的是小姐给你信上写的 什么 什么 约你来 什么西乡 带月下 那是带月西乡下 红娘姐姐 小生猜诗迷可是个行家 不管你 进去吧 她在等你呢 春宵一刻值千金 你不可以从这个门进去的 为什么 你要是从这个门进去 小姐肯定知道是我放你进去的 你们约会的事小姐她不愿意让我知道 红娘姐姐 你就让我进去吧 我不能让你进去 你不让我进去 难道 难道你还要我狗鸡跳强不成 瞧着强也不高 这狗怕是都能跳过去 你就跳上一次也不要紧 我可是人 是人又怎么样 令尊向她的朋友介绍你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犬子张狗自尽认 对了 这个犬是狗 犬子是狗的儿子 还是狗 你就学她一次 也不要紧 言之有理 这无话说了 艰难困苦 欲辱以成 先生 你就受点委屈 跳她一次 不就欲成没事了吗 好 红娘姐姐 看不出你还胸有文莫 言辞精妙 意义深远 过奖 先生 你快跳 红娘姐姐 红娘姐姐 红娘 开门 红娘 是 什么事 有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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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贼 在哪里 小姐 这个是守贼 贼还有什么生的守的 你过来 来了 你看 这是生的还是守的 张生 什么张生里生的 你快把它轰出去 轰到哪里去 带到老夫人那里去 岂不是要换了她名声吗 那就给我红娘来处置 好不好 跪下 跪下 跪就跪 我问你张生 你忌妒圣贤之书 这毕达 周公之礼 你说 为何这深夜 四闯小姐 护花园 你 你说 是谁让你来的 是 红娘 你还跟她说些什么 快把她轰出去 小姐 小姐 张生她是厨饭 你就看在红娘的面子上 就 是啊 先生救命大恩 早晚会报 但是你不要求之过急 万一让老母知道 你是难以自安的 这次又红娘求情 那就算了 下次 下次 小姐 你如何安排 下次 不可以 小姐 你怎么是个营养拉枪头 我特意问你 这是谁叫你来的 你把小姐给你的那首诗捏一捏 这不就没事了吗 你怎么不说 你这个嘴巴找哪去了 姑娘姐姐 你不明白 小姐她是有难处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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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的妈呀 你的头怎么那么烫啊 小姐 你生病了你 你慢点 你我并身心 三十有情 一座冷雨 你宵 我心急 前逍流波喜 鸡飞絹 灰寒情 一小姐 我心急 我心急 我只如心心 难为牧名 与我相我心 堆之远程 与山足隔绪 茶意难尽 不得与飞行 使我沉落 小姐 小姐 你这是要去哪里 难道就不能出去散散心 那我陪你去好不好 谁要你陪了 怎么了小姐 那叫红娘跟着你心颖不离的 都是老夫人吩咐的 老夫人管天管地 你红娘忠心不渝 我真幸福 小姐 你就不要再跟我红娘拌嘴了 我告诉你 张生他现在病得可重了 不是请太医给他调治了吗 他这个病 太医是看不好的 自从前日得了你一封书检之后 他就种下了病根 加上昨夜 受你一番惊吓 这双冷露凉的 回去之后就真的已病不起了 我看要是再没有红药去救治 这张生真的要断气了 红娘 我给你开张药方 你给张先生送过去 你又来了 你前日一封药方 都害得他已病不起了 你今日又开一张 你这不是要他老命吗 这真的是救命的 小姐 是谁啊 你模样大家风范 内心里却神魂颠倒 你想想 这鸳鸯细水在池塘 凤凰比翼飞在天 这天工地道雌雄沛 干嘛要遮遮掩掩的吗 你要是想救张生 其实只要你自己去就行了 那样啊 比妙药仙丹更灵验 红娘 小姐 红娘我还是懂得你心思的 你飘平 晚安中风 נים 淹帚 知归 冒 陡 江流草 怨恨我 湖边黄若花少路 前朝 心衰爱诗 后听山海梦 从被遇到 风吹越去 燕子归来 凋两颗春 多少宿命都化作 一是琵琶 泪是青山 穿世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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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世千古